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都在各自俱乐部拿到过多项冠军 也都代表国足出战了前段时间的40强赛和12强赛 张玉宁则是国足现阶段最优秀的高中锋 早年刘过阳 未来前途不可先亮 除了三名超龄球员外 戴伟俊和朱晨杰既是优23球员 也是国足常客 李肖鹏就任国足主帅后 给这两名年轻球员提供了更多出场机会 他们的表现可圈可点 尤其是戴伟俊在国足输给越南的那场比赛中 多数老队员精神涣散 抑制消沉 只有他始终不惜体力地奔跑 堪称球队唯一的亮点 这场热身赛 戴伟俊再次贡献精彩表现 打进关键进球 帮助U23男组取得胜利 与此同时 U23男组本就拥有蒋胜龙等青年才俊 再加上三名老将持员 球队的实力得到巨大提升 至于杨柯维奇为什么征召国足五大名将 外界普遍认为 这是为亚运会做准备 毕竟是在本土作战 还是要尽可能争取好成绩 亚运会和奥运会一样 要求23人大名单中 有20人必须是符合年龄要求的球员 但却有三个超龄球员名额 现在看来 无锡 张林鹏和张玉宁将会拿到亚运会参赛资格 暂时加入U23国足 中国男足在12强赛阶段表现糟糕 无锡等人还因为海参事件遭到怒批 中国足球因此受到连累 可以说 除了中国女足之外 只要提起中国足球 绝大多数球迷都会摇头叹息 网络上更是不乏各种针对足协官员 俱乐部管理者以及球员和教练的人身攻击言论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口水战都毫无意义 只有拿出球场上的成绩重新证明自己 才是中国男足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次杨柯维奇带队出战亚运会 特意带上三名超龄球员 显然就是为了在家门口取得好成绩 希望他能如愿以偿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